好 來看到來玉兩黨在立法院外大戰 但是呢 在立法院外的這些選區大戰 看到是許富奎批蘇星泉打擊黑鮪魚產業鏈嗎 看到這黑鮪魚現在進入於汛期 全台的漁獲量大 最大的是在東港漁港 到週六已經有兩千多位進港來拍賣 最近幾天 單日創下了三百尾的大量漁民行豐收 但是有報導說 這心情很沉重 說近期呢 在各地漁會傳出了黑鮪魚的漁獲量大 價格崩盤 說屏東東港 週六創下今年最低的一百二十五塊 甚至傳出說最低價是五十多元 但是打上一個大問號 原來 這屏東立委蘇星泉說 屏東黑鮪魚在第一尾的時候 當時呢 是每公斤一萬多 創下新高 說開季以來 黑鮪魚的批發是一路走跌 創下新低 直接崩盤 他說原因是因為 日本漁產外銷衰減 那日本呢 國內漁產消化不及 所以導致原本 東港黑鮪魚固定銷到日本的 一些出貨量就大減 所以庫存壓力俱增 可能就是導致價跌的主因 那針對蘇金錢的論點 這綠營立委 徐富奎就駁斥 他說 蘇立委的 對於這個黑鮪魚的產業鏈 他說他不瞭解 是把刺激魚品的價格 當成了通案 誤導消費者 甚至他說 近年來這個黑鮪魚 內銷為主 外銷日本的黑鮪魚 其實根本不到一趴 價格崩跌 他認為是不獲量大 真正要解決問題的 是要建置超低溫的冷凍庫 那我們就來看到 漁會對此呢 也來辟謠 東港去漁會表示 去年量大期間 也是在一百到兩百塊之間 來徘徊 認為這是一個 是自由市場的機制 但是今年呢 因為提早半年的 半個月的一個豐收 外銷每公斤是五十多塊 應該是無法做成生鮮料理 或者是肉質比較差的黑尾 只適合做成魚松跟罐頭 那漁會目前還是認為 要解決根本的話 還是要幫成銷商來找低溫冷凍庫 才能去提高相關的買氣 散 munع 然後再加銷商來 對 在裡面 好節優了